Hello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啊Sherry Sherry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感兴趣的赶紧去翻一下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 另一类非常经典的加强型葡萄酒 俗称少男少女大叔大妈爷爷奶奶的晚安酒 啊波特 这期呢我会用最简单易懂的话来讲一讲 什么是波特酒 它是怎么酿造的 我选了三款非常有代表性 而且完全不同风格的波特酒 来跟大家一起做测评 帮助你们选到最适合你们口味的波特酒 看完这期节目呢 我相信你会对波特酒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那你就可以买一瓶跟你的另一半一起去晚安 那没对象的怎么办呢 把自己灌醉洗洗睡吧 那喜欢这种入门科普的节目 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赞 让更多人看到这种非常实用的葡萄酒节目 发布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那首先什么是波特酒 用一句话概括 波特酒呢它是葡萄牙的果酒 那就跟茅台在我们国家一样的神圣地位 波特酒的风格呢都是很甜的 而且酒精度都很高 好那波特酒是怎么酿造的 我们经常是不是看到在酿酒的时候 人家用脚去采葡萄 这个呢其实是波特酿造的一个传统 但现在呢一般只有特别好用 很贵的波特酒是用人力脚采 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大多数都是用机器自动采 所以说啊 不是你想尝大叔大妈的脚汉味 你就可以尝到了 是你要花高价钱去买的 你说那个汉味会让这个波特酒更好喝吗 那可能有一些酒鬼还不太熟悉 加强酒这个概念 加强在这里指的是在普通的葡萄酒里面 加入高浓度的酒精 而波特酒呢是在葡萄发酵到7-9度的时候 加入77度的白蓝地去杀死酵母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葡萄里面还有很多藏鱼的糖分 没有完全转化成酒精 所以呢所有的波特酒都是甜的 那我们刚刚简单讲了波特酒的酿造方法 那么波特酒又分哪些类型呢 那我可不是吓唬大家 光光是合法拿来酿造波特酒的葡萄品种 就多达80多种 学完那些葡萄品种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最简单又很硬核的 来分辨波特酒的类型 就是看颜色 那波特酒呢主要分为白波特酒 粉波特酒 宝石色波特酒 跟茶色波特酒 茶茶茶那我今天一共找了三种粉色波特酒 我真的是找不到 但是呢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三种类型 所以大家入门学懂这三种就可以了 Ivy有一句老话是什么 要边喝边学才能学得下去 请在弹幕扣会玩两个字 那首先呢我们来测评来自这个Sanderman的白波特酒 那白波特酒呢它是用白葡萄酿造而成 一般只要成年两到三年就可以拿出来买 那我建议呢大家如果买白波特酒的话呢 就直接放在冰箱里面 因为我觉得冰镇之后呢它的口感会更好 就没有那么的腻 白波特酒呢它颜色一般是这种金黄色到琥珀色 从风味上呢我可以闻到非常明显的花香 蜂蜜还有一点点坚果的味道 我觉得白波特酒就给我一种 真的有点在喝那种花蜜水的感觉 上面还带有一点氧化水果的味道 就比如像那些芒果干啊又或者是杏子干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宝石色波特跟茶色波特 这个呢我要做一个比较 大家比较好懂一点 那像宝石色这样的波特呢 它一般会有那种很新鲜的红果 就像是蔓越莓啊或者是樱桃 我觉得呢宝石色波特呢比较适合平时比较喜欢喝那种 厚重一点的红葡萄酒的酒鬼 因为呢它是有比较明显的单名就是比较色的感觉 甜度的话我觉得是适中没有白波特酒那么甜 那最后我们要来测评了 这是来自泰勒的十年茶色波特 我们平时看到的比如波特上面有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这些指的都是茶色波特 那茶色波特跟宝石色波特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茶色波特是放在那种比较小的木桶里面 但是宝石色波特呢一般都是放在那种不锈钢筒 或者特别特别大的木桶里 从颜色上看它是那种被氧化了的红色 那这个十年又是什么意思 它并不是指说这个酒在木桶里面放了十年 它可能呢放了一些两年六年十年十五年的把它混在一起 只是一个风格的代表 那其实茶色波特呢是我最最最喜欢的波特类型 它闻起来有一股非常明显的巧克力焦糖 太飞糖的味道非常的讨喜 这个茶色波特呢就没有那么的色 入口很柔顺就是那种焦糖巧克力流入你的口腔的感觉 OK那总结一下 我觉得呢白波特就特别适合那种很喜欢花蜜的人 那么红宝石色波特呢 它是适合那种如果你喜欢比较色一点的葡萄酒 而且呢很注重那种新鲜果味的 你就可以来选宝石色波特 那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特别柔顺 又有那种巧克力焦糖栗子味道的 我们就选茶色波特 OK那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晚安酒 在上方抠123 告诉我哪一款会是你的菜 那你说波特酒这么大一瓶又甜喝不完怎么办 波特告诉大家 其实我有很多波特酒的鸡尾酒配方 让你花式喝波特酒不会腻 想看波特酒的花式喝法给我三连一个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